它是逼停5亿元工程的蝗虫终结者 也是新疆万亩草原恢复生机的大救星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20万只粉红两鸟是如何消灭上亿只蝗虫的 要说500只绿孔雀逼停10亿元水电工程 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 毕竟人家可是差点成为国鸟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可这随处可见的粉红两鸟有啥魔力 竟然能直接逼停投资近5个亿的高等级公路项目呢 原来每年的6-7月份 粉红两鸟就会成群结队的迁飞至繁殖地 它们通常会选择碎石堆和崖壁缝隙处 筑巢残卵繁殖后代 而在2019年 它们却把鸟巢安在了国家重点工程 G575公路项目路基旁边堆砌的石头里 工程负责人因此决定停工一个半月 确保粉红两鸟能够安全的在这孵化幼鸟 那么问题来了 工程队为什么不惜牺牲工期 也要给粉红两鸟绕路呢 用新疆当地牧民的话来说 这粉红两鸟是草原铁甲兵专吃蝗虫 新疆草原每年都得靠迁徙而来的铁甲兵来治理蝗灾 要是赶走了这些铁甲兵 新疆人民将会苦不堪言 而就在今年8月中旬开始 新疆伊宁县开始了筑巢银鸟计划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已经吸引了20万只粉红两鸟在这落户 银鸟的目的正是为了保护草场免受蝗虫侵袭 这20万只粉红两鸟 可以控制蝗灾面积约40万亩 预计能消灭上亿只蝗虫 从而起到良好的生物防控作用 说起这蝗灾 从古至今都是农业上难以攻克的难题 与旱灾和水灾并称为农业的三大自然灾害 可以看出蝗灾是三个当中 唯一一个由生物直接引发的灾害 能与旱灾水灾这种大自然造成的灾害齐民 逐渐蝗灾之可怕 新疆地区的蝗灾爆发频次比较高 假如蝗虫群的密度达到了每平方米八九十个 那么一万亩的草场将会在一周内被蝗虫吃光 这里还有一个数据 根据联合国梁农组织介绍 一平方公里大小的沙漠蝗虫群 走量大约为八千万只 一天所吃掉的粮食走量 可以喂饱三点五万人 过去人们消灭蝗虫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就是喷洒农药 甚至动用飞机来作业 但这个方法杀敌一万自损八千 搞不好整个草原都得废了 后来学会了生物防治这种以暴制暴的方法 2020年的东非蝗灾数量多达三千亿只 数千万东非民众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我国慷慨派出十万鸭兵前往巴基斯坦救援 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真实性却有待验证 但是生物灭蝗的方法治理蝗灾 我国古籍上早有记载 通常就是用鸡鸭等禽类来捕捉蝗虫 而这个方法我国至今仍然在用 比如2000年新疆发生特大蝗灾 浙江就选派了三万只鸭子前往支援 这三万只鸭子也特别的给力 日夜不停的工作 一只鸭子每天就能吃掉200只蝗虫 为当时的蝗灾治理奉献了重要的力量 到了2012年 新疆蝗灾再次爆发 这次我们没有派遣鸭子 而是选择了鸡 当时全国多地共同收集了300多万只鸡 一同发往新疆草原 这些鸡群一共覆盖了近1400万亩的草原 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硬生生的遏制住了蝗虫的数量 挽救的经济损失高达1亿元 并且它们在完成任务之后 并没有被抛弃 而是各个养的身强体壮 每只都可以卖到100多元 不过鸡鸭毕竟属于家庭 它们对于蝗灾只能起到抑制作用 只有在逼不得已时 我国才会出动鸡兵鸭匠来抵御蝗虫 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 我国科学家就发现了 粉红两鸟可以很好地控制蝗虫数量 而且既不用费心驱赶鸭子前往新疆 也不用动用飞机喷洒农药 只需简单地给这些鸟盖个房子 就可以一劳永逸 这些迁徙而来的粉红两鸟 在这里繁殖后代的同时 还顺带帮新疆人民消灭掉了蝗虫 把蝗灾扼杀在摇篮里 有人可能会问了 20万只的粉红两鸟 能吃掉上一只的蝗虫吗 我来给你算一算啊 每只成年粉红两鸟 一天能够捕食蝗虫 120到180只 就以一只粉红两鸟 每天进食150只蝗虫为标准 20万只粉红两鸟 一天就能吃掉3000万只蝗虫 现在要担心的是 蝗虫数量太少 还不够它们吃的呢 就目前来说 靠粉红两鸟来预防蝗灾 已经成为了一种经典模式 每年新疆都会铸造大量的人工巢穴 来吸引粉红两鸟的入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也算实现了共赢 好了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